最近我很喜歡玩一款超 Q 超有趣的策略遊戲 紙上戰爭 Paper Battle 原本花在紙上的士兵跟砲車 竟然都活了起來 熱血開打 在遊戲中 我們可以使用從石器時代到科幻時代中 各類型的兵種 而身為作戰指揮官的我們 必須妥善的部署戰力擊敗強敵 遊戲近期也更新了九個兵種 登陸七天就送超強的機械戰甲 趕快在影片下方資訊欄點選連結 或者在Google 搜尋關鍵詞 Paper Battle 你就可以下載遊玩囉 哈囉 各位小歪 我是阿歪 好好看喔 欸 這比我想像的還好看 而且還會閃閃發光 還會閃閃發光欸 這套喔 蠻好看的耶 第一次穿這套衣服很興奮 因為比我當初想的還好看 難得越南市沒什麼人欸 剩下的任務都在煮半邊 可能只有廚房那個是做一個任務就可以完成的 剩下的好像都做三個小任務 哇 它走起來還會閃閃發光 怎麼辦 我覺得沒有人會去解通訊欸 感覺右半邊人很少欸 好怕喔 公司 也可以 喔 好久沒抽到工程師 那我鑽地洞去電力室看一下好了 電力室雖然有轉真器閥跟連接電線的任務 但我有點不敢跳出來解 我怕我在解的時候 狼人直接偷刀我 這個9號在調溫度吧 跟校正配電盤 好 那等一下就聽9號有沒有爆出這個路線 不過這個9號好像蠻像好人的 它校正完配電盤之後 任務條確實是有動一格 欸 這個6號草莓布丁以來調溫度 看起來好像還可以 通訊中斷先找個安全地方好了 喔 立刻被解好了 從小地圖看到 10號在廚房 加工食物 等等在注意它的路線有沒有講到 唉唷 有刀聲 8號 應該沒有隊友在旁邊吧 抓到你囉 Sorry啦 8號 我是工程師 那我在廚房地洞聽到一個刀聲 是6號的屍體 然後8號就跑進來跳進廚房地洞 就是你啦 8號 掰掰 8號 我是工程師喔 2號剛剛大廷垮機 就先投8 如果不是8的 我1號 那就先投8吧 然後我剛剛網路有點卡在餐廳那邊 喔 卡麥嗎 呃 我是阿姨 屍體氣味是在左半邊 反正先投 差投我啊 反 阿歪 躲地洞 哈哈哈哈 抱歉一下 先去核對身分 然後遇見RY 之後再去教練配電盤 有身分的 這邊會跟著RY洗票8號 我保7號跟9號 我講他都會結發啦 然後5號好像卡龍嗎 5號 我好追喔 對啊 你們追的啦 本來還期待8號跟我汗跳的說 可惜他沒有再掙扎一下 不過現在只抓到8號一狼 因為也只有6號一個屍體 其他狼都還沒出刀 所以比較難盤 9號就緊張了嘛 哎呀 太幸運啦 好像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地洞抓狼了 因為狼現在應該也都會注意工程師的動向吧 而且能不能地洞抓狼也要看工程師有沒有賭對地洞 現在直接去後花園解一下炸彈好了 反正我後花園也還有兩個轉生氣法 直接省了工程師的修理技能啊 狼人的淘汰劍心心要等40秒冷卻 我應該還有一點時間把生氣法轉完再躲為地洞 現在3570都在左半邊 我等等想要換個地洞 因為應該很多人都知道我躲在後花園這邊 我感覺10號蠻像好人的 先換成右半邊的地洞看看 10號在急救室接線 喔 火災了 那看一下狼會不會在這邊想偷刀人呢 誒 5號有解越南式的火災耶 這個行為可能偏跑 哇 警長槍錯 那我先來解一下廚房的火災 我以為還沒解完 然後我就直接拍了 這樣槍到我 蛤 怎麼會槍到10呢 反正70號人嘛 剩下就345出狼 可是我是有看到5號解越南式的火啦 但我不確定他會不會是狼 就資訊有點偏少 那這邊應該就445應該就雙狼了吧 然後我這邊可以保阿娃 因為我剛剛有看到阿娃在解炸彈 這是345雙狼吧 我剛剛本來要去那個 越南式結火災在路上 然後就被集好了 那這邊就345雙狼啦 就是我去結越南式的火災 就345雙狼 然後先投3還是4 笑死你們每個人都說別人是狼 我快笑死了 怎麼辦 我想偷霧耶 我想偷霧 可是5號有解火災耶 哇這個345的發言 我真的盤不出誰是狼耶 他們怎麼是三個講的都差不多 除了自己之外 都說其他兩個人是狼 你知道怎麼盤啊 可是現在緊張死了 如果不票一個狼出去的話 會很危險 所以我覺得你從345裡面 選一個發言最差的投資 哇 憑感覺票耶 因為4號發言有點抖 哇 完全就是憑感覺在票啊 哈哈哈哈 超死大家都可以感覺票大了 超好笑 這個10號掰開了有點可憐 我現在的維修CD還很久 先直接跳 竹屋間的地洞號的後花園吧 3跟5都在後花園 那你哪個頭的狼呢 還剩下一個GD線的維修線路 走上面的地洞比較快 不過這局感覺雙手的狼人比較多 落刀速度太慢了 而且也不太感到 以剛剛的票型來說 157都是頭4的 3號好像是氣票 這樣子可能3號的狼院會比較大喔 這邊技能能省就省 直接來泳池檢東訊 等一下去客房的地洞躲著 3號死了 那就物票 公務吧 喔5號喔 好吧 唉唷 不小心全狼人 那5號你還接火災喔 我知道我贏不了 所以我在隨便這樣玩 因為我當然都很訓他 如果我是5號的話 我一定不會刀3 我一定會先把7號給刀掉 然後再栽贓給3號 如果3號成功被推出去的話 就一定會把那個掰開的刀掉 只能說刀3號 完全就是個錯誤的選擇啊 我覺得應該要再厚一點點 希望之後跟大家玩粉絲場的時候 當狼的人都不要輕易認狼 即使被抓到也要演到底 這樣遊戲會更好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